在2024届毕业生同学里面 我们获得法学学位的同学占了72% 因此也请允许我对未来的法律人多讲 你们即将踏入社会 开始面对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社会 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学们 能够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 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司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社会现实 塑造社会现实的过程 你们将在一个个案件当中 日积月累地共复着我们的正义 所以各位请警惕自己 警惕未来你们可能拥有的任何一丝权利 无论是律师还是检察官或者法官 都不要对普通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 不要漠视他们的权利 不要忽略自己的权利的行使 可能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 不要因为一个案件小而忽视他对法治进度的打击 不要让自己所裁决的案件成为师弟师妹们的效果 更不要让自己成为师弟师妹时代曾经痛斥过的内部 所有法律规则的初心和最终都是人 没有关心人类的宏大心灵 再专业的技术要求 都有可能把我们影像黑暗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